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老板就是官 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 每个人都怀揣着不同的期望和梦想 而对于许多父母来说 他们的最大心愿莫过于看到自己的孩子茁壮成长 成为社会的翘楚 而有一种说法流传至今 那就是妈妈是哪个生肖 孩子必出个状元郎 长大不是老板就是官 这句话似乎为孩子的未来描绘了一个辉煌的话卷 令人心生向往 但是真相究竟如何呢 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个神秘的面纱 看看妈妈的生肖是否能够决定孩子的命运 第五名 生肖狗奋斗不惜 生肖属狗的妈妈 以他们的忠诚 正直和勤奋而闻名 他们是道德高尚的人 一直以来都以诚实和正直的品质为人处事 生肖狗的孩子们也继承了妈妈们的这些优秀品质 他们通常拥有坚定的目标和努力的精神 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与目标 生肖狗的孩子们继承了妈妈们的忠诚和正直 他们是值得信赖的人 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观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和考验 他们都会始终如一地保持诚实和正直的品质 不为任何利益所动摇 生肖狗的孩子们具备出色的责任感 他们始终对自己的行为和决策负责 从不逃避责任 他们明白只有承担起责任 才能够真正成长和进步 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 他们都能够尽职尽责 始终如一地履行自己的责任 生肖狗的孩子们通常有坚定的目标和梦想 他们会全力以赴地追求自己的理想 他们甚至只有有明确的目标 才能够有所成就 他们会制定计划 并付诸行动 通过不懈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生肖狗的孩子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梦想 无论是成为状元狼 在职场中成为一名成功的老板 还是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官员 他们都会倾尽全力去追求 并实现自己的目标 总之 生肖狗的孩子们继承了妈妈们的忠诚 正直和勤奋的优秀品质 他们具备坚定的目标和努力的精神 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梦想 无论是成为状元狼 老板还是官员 他们都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 第四名 生肖狗命运多变 生肖属猴的妈妈充满了机制和聪明才智 他们善于发现问题 并迅速找到解决方案 这种聪明才智也经常传递给他们的孩子 生肖狗的孩子在人生道路上常常面临着挑战和机遇 生肖狗的孩子们继承了妈妈的聪明和机制 他们具备灵活的思维和创新的能力 他们善于观察和思考 能够快速地找出问题的关键点 并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案 这种聪明才智使得他们在学习和工作中表现出色 能够迅速适应各种变化的环境 生肖狗的孩子们的人生道路常常充满了挑战和机遇 他们面对的环境和情况往往变化莫测 需要他们具备灵活的思维和适应能力 这些挑战和机遇可以是学习上的困难 职场竞争的压力 也可以是生活中的各种变故 然而 正是这些挑战和机遇让他们成长 并展现出自己的潜力 生肖狗的孩子们在不同的职业领域中 都有可能取得成功 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灵活思维 使他们成为状元狼 老板或官员的潜力都有一定可能性 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创新 获得职场上的晋升和成功 无论选择哪个领域 他们都会在职业生涯中发光发热 生肖猴的孩子们将踏入未来的辉煌征程 他们将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灵活思维 去迎接挑战和机遇 无论面对怎样的环境和问题 他们都能够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并展现出自己的才华 他们将在职业和生活中取得成功 并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 总之 生肖猴的孩子们继承了妈妈的聪明才智和机制 他们具备灵活的思维和创新的能力 面对命运的挑战和机遇 他们能够应对自如 并展现出自己的潜力 无论是成为状元郎 老板还是官员 他们都有一定的可能性 第三名 生肖马成为官员 生肖属马的妈妈 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聪明 敏捷和灵活的象征 他们具备卓越的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 这种特质也会传递给他们的孩子 生肖马的孩子们通常继承了妈妈的聪明和灵活特质 他们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思维能力 能够快速地理解和应对复杂的问题 他们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 具备优秀的口才 和表达能力 这些特点使得他们在学习和社交中表现出色 生肖马的孩子们具备出色的人际交往能力 他们善于与人沟通和合作 能够在不同的社交场合中游刃有余 他们懂得与人相处 具备良好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 这种社交能力使他们在团队合作 领导管理等方面都能取得卓越的成绩 生肖马的孩子们往往具备卓越的领导才干 他们有着坚定的信念和决心 能够为团队树立明确的目标 并带领团队奋发向前 他们善于分析问题和制定决策 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做出明智的选择 这种领导才干使他们有望成为组织或团队的核心人物 为他们的团队带来成功和成就 生肖马的孩子们以他们的聪明才智 社交能力和领导才干 将拥抱未来的光辉 无论是从事政治事务 担任领导职位还是从事其他领域 他们都将以自己独特的优势脱颖而出 他们将在社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为社会进步和发展做出贡献 他们的未来将充满机遇和挑战 展现出真正的领袖风范 总之 生肖马的孩子以他们的聪明才智 社交能力和领导才干 具备成为政治家和领导者的潜力 他们拥有卓越的人际交往能力和政治敏感性 能够在复杂的社交场合和政治局势中游刃有余 第二名 生肖龙成为老板 生肖鼠龙的妈妈 是一位充满热情和自信的女性 她们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 敢于面对挑战 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态度 这种精神也会激励生肖龙的孩子们 使他们成为具有远见和决断力的人 生肖龙的孩子们通常非常富有创造力 他们在思维上具备独特的洞察力 能够看到问题的本质 并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案 他们善于观察和思考 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 带来全新的视角和想法 这种创造力为他们将来的职业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生肖龙的孩子们也具备出色的领导才能 他们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决策能力 能够迅速抓住问题的关键 并做出正确的决策 他们善于与人沟通和合作 能够有效地组织和领导团队 这种领导能力使他们 在学校和社会中脱颖而出 成为别人愿意跟随和依靠的人 生肖龙的孩子们 怀揣着追逐梦想的决心 他们努力学习 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他们具备高度的自律性和毅力 能够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目标 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 相信自己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这种决心和自信将成为他们成功的关键 总之 生肖龙的孩子以他们的创造力 领导才能和决心 具备成为企业领导者和创业家的潜力 他们将以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成为引领时代的人物 为社会带来新的思维和观念 为世界带来新的创意和创新 他们将在未来的舞台上闪耀光芒 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 第一名 生肖虎 状元狼 生肖属虎的妈妈 总是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 他们具有坚韧 勇敢和自信的品质 这种气质也会传承给他们的孩子 从小 生肖虎的孩子 就展现出了超凡的智慧和卓越的才能 使他们在学习和竞争中脱颖而出 他们天生具有竞争的优势 不怕困难和挑战 更能在学业上轻松取得成功 状元狼的荣耀并非来自天赋的恩赐 更离不开孩子们的努力 生肖虎的孩子天生聪颖 但他们也懂得努力学习和勤奋付出 他们把握每一个学习机会 不断积累知识和技能 他们勇于追求卓越 刻苦攻坚 用汗水和智慧征服了每一道难题 最终成为学业上的佼佼者 生肖虎的孩子具备与众不同的竞争优势 他们拥有过人的智慧和判断力 能够迅速抓住问题的本质 并提出解决方案 他们在学校里 常常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和组织能力 成为同学们的榜样和引领者 无论是考试还是比赛 生肖虎的孩子 总是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取得优异的成绩 生肖虎的孩子在学业的道路上 不断取得成功后 他们的自信心也随之增强 他们知道自己的能力和实力 对未来充满信心 他们的努力和成就 不仅给自己带来了光荣和荣誉 也为家庭和社会增添了一份骄傲 生肖虎的孩子们 以他们的才华和领导能力 不仅仅是状元狼 更是引领时代的佼佼者 总之 生肖虎的孩子 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 使自己成为学业上的佼佼者 甚至有可能成为状元狼 他们的竞争优势 坚韧不拔的品质 自信和团队合作能力 使他们在学校和社会中 都能闪耀光芒 成为引领时代的人物 当妈妈是那个特别的生肖时 他们给予孩子们的爱和教育 使得他们注定会成为优秀的人才 孩子们在妈妈的呵护下 茁壮成长 他们的才华和智慧 在妈妈的引领下 得以充分展现 他们或许会成为状元狼 因为他们拥有无穷的学识 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或许会成为成功的老板 因为他们拥有创新的思维 和敢于冒险的勇气 或许会成为仕途的官员 因为他们拥有卓越的领导能力 和为人民谋利益的使命感 无论他们的人生舞台在哪里 他们都将成为妈妈骄傲的骄傲 用自己的努力和奋斗 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希望和光明 感谢观看